吃咖哩飯到底要不要攪拌 一直是相當熱門的話題 分離成兩派的民眾 經常在網路上吵得不可開交 不過這個問題也意外引發 共關危機 有民眾在說話上分享了 這張檀陽雞咖哩飯 使用前景攪拌的貼文 不過萊爾夫的社群小編 卻在下方留言滿糖的 疑似是嘲諷糖氏症患者 引起爭議 糖氏症本來是希望 大家去關注他 關心他 那如果其實 如果他們本身身心 在最快的比較敏感 其實我們應該更加 我們是去做一個正常的 應該更加注意這個用語用詞 不少企業會註冊 除了帳號留言互動 拉近與民眾的距離 近年連鎖超商萊爾夫也加入 不過社群小編卻頻頻暴走 疑似嘲笑身心障礙者 引發網友群起踏伐要求道歉 不過小編卻回應 不要那麼敏感嘛 甚至解釋只是引用日文 想形容太陽機的味道很道地 讓許多網友都難以接受 如果他這種態度 讓人家覺得不是很謹慎 還是說直接道歉 真的是會比較好的處理方式 不應該用官方帳號 在公開的場合做這樣子的評論 一個員工的行為 但是就是可能會對企業造成影響 所以企業是應該出來對這件事情 民間團體台灣障礙七年 也發網呼籲萊爾夫 應該加強員工教育訓練 避免出現對身心障礙者的 惡意攻擊 只是小編似乎想紅想過頭 還製作梗圖 到處跟其他三家超商引戰 留下不恰當的言論 對於小編在算上的爭議發言 萊爾夫回應 未來會更加注意在社群上的用字遣詞 接下來我們是胡錫山的長官報導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